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市场疯了还是散户疯了 多家破产公司暴涨10倍的逻辑 当心航空邮轮股矩震 首先看一下时间 那么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6月9号下午的6点57分 那么今天是周二 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盘中交易的状况 在今天我们看到标普500这边是下跌了0.78% 纳斯达克上涨了0.29% 道琼斯是下跌了1.09% 那么今天整体的市场 大多数的股票都是出现了回调 唯一比较强势的是几只科技股 多家高科技公司的股票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科技股这边是接过了整体大盘上行的接力棒 但今天咱们暂时这个市场 还是先看一看市场里边 到底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奇葩现象 从中去找到一些逻辑 特别是今天我们会主题中谈到的几只破产股票被爆炒 从这个会引申到像邮轮像航空股等等 其实它们中间有一些相同的逻辑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在周一的时候大家看到市场上有一些涨幅榜上的股票 是什么样的股票 市值比较小 而且有多家的公司都是在近期或者在更早的时候 已经申请进入了破产程序 或者进入了破产保护程序 但是这些公司的股票不仅没有大跌 反而是暴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问到了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今天咱们来分析这里边的一个情况 也是便于大家在未来的时候 在整体的投资过程中要注意 要当心 不要只看着利润 其实你要更多的了解里边的逻辑和风险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HERS 对吧 这家HTZ 代码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HTZ HERS 它是租车公司 它也是宣布了进入了破产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大家说破产保护的这些公司 还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根据美国的破产法第11章 如果你提出了破产保护申请 那么公司可以在制定偿债计划 力争业务好转的同时 继续保持运营 股票也是不会退市的 那么股票在这个市场上 还是仍旧可以进行交易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 最后的清算程序 仅仅是申请了破产保护 比如说它申请破产保护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债务 暂时摆脱债务的困扰 这样的话它可以更加的 把重心放在 不用担心自己的现金的问题 暂时不用担心现金的问题 因为会制定新的偿债计划 把时间给向后延迟 同时看看在这个期间 有没有这种重组的可能 或者有被收购的可能 有没有人愿意买了自己的公司 帮自己还债等等 方式多种多要 但是都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 就是破产提出了破产保护 代表什么呢 公司资不抵债 公司是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随时进入了清算程序之后 OK那这个东西 这些股票有可能都会变成废纸 都可能会变成废纸 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但这种情况很明显 不盈利的公司 利润很不好的公司 那么为什么它会暴涨呢 我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赫尔茨就知道 我把赫尔茨的股票 给大家看一下HTZ 它从最低的0.4美金 4毛钱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5月26号 今天几号 今天才6月9号 也就是说不到20天的时间 它的股票最高点的时候 涨到了6块2毛5 涨了15倍之多 看到没有 这么短的时间 这个地方是涨到了6块2毛5 这个地方是4毛钱 20天不到 在宣布要破产 整体的状况不佳之后 反而是暴涨了15倍 同样还有其他的几家公司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像怀庭石油 怀庭石油的公司的股票 同样一样的问题 我们看看 它从最低的 怀庭石油宣布破产的时间更早 它是4月1号的时候就宣布了破产 4月1号 它是美国在这一次 由于疫情导致的问题的 第一家能源破产公司宣布的 怀庭石油 我们看到 它最低的时候股价出多少 0.25两毛钱 但是你看看 它最高的时候涨到了多少 3块5 在昨天周一的盘中涨到了3块5 涨了多少钱 也是涨了15倍 也是涨了15倍 非常恐怖吧 要破产的公司又涨了15倍 同样还有一家 这个也是比较奇葩的股票 这个切萨皮克能源 它是美国的第三大天然气公司 也是宣布要破产 我们看看它的股票是怎么涨的 从7块7 在周一的时候 最高涨到了77块5 10倍 几天时间 我们看一下 5月15号到6月10号 也不到一个月20来天 涨了10倍 这就是非常奇葩的一个现象 那么很多人会说 这到底是市场出什么问题了 还是投资者出问题了呢 很多人我们要看一个现象 要知道它里边的逻辑和原因 为什么破产的公司的股票会被爆炒 从这里边你去学到一些经验 学到一些对于市场的更深刻的认知 通常这种公司被爆炒 都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 就是股价从很低的价格 然后突然间大幅的向上攀升 暴涨 主要的原因 有以下的三个原因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原因 是技术面的原因 是之前的空头股票的回补 因为我们说空头股票 很多人在使用股票上 直接卖空的时候 是首先从市场上介入股票 然后卖掉 等到股价下跌了以后 再从市场中买回股票 然后把股票还回去 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 这个就叫做空头股票的回补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通常在早期有大量的做空的股票 他们需要干嘛 需要获利 他需要把股票还回去 获利他就必须要买入股票 所以当股价跌到一定的时候 他为了怕这些利润砸手里 最后进入破产 进入清算程序了 你股票如果不是优先的债权人 不是优先的债权的补偿方 那你的股票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废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之前大量做空沽空的这些 不管是什么机构 或者是个人 或者是大户 甚至有些很多人有传言 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当然那个涉及到证券的 更细致的证券法的问题 咱们不深究 总之空头股票的技术性的回补 是这些股票干嘛 被大幅拉升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同时也说明 在这些股票出问题之前 就有大量的股票 大量的人开始在做空他们 买入了大量的他们的股票 然后沽空他们 做空他们 说明什么 这些公司早就已经是什么 是这种在悬崖边的公司了 已经是悬崖边的公司了 很多的人做空他们的时候 已经是放长线掉大鱼 早就等不及了 股票的回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流动性变差 当公司宣布要破产之后 很多人都开始拼命的抛 拼命的卖 为什么呢 因为怕砸手里 当卖的差不多了以后 这些股票逐渐的集中到了 有想法的一些人的手里 这些人利用了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 比方说 很多人说公司破产了以后 股票为什么能交易 很多散户不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它是可以进行交易的 还没有退市 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很多人卖出了手里的股票 拼命砸盘 股票就被一些胆子较大的游资 甚至有一些相关的利益人士 然后大量的吸收到手里 那么市场上分散性 就是流动性变差之后 股票越集中到一些大的股东手里 那么就有助于从技术面上 从整体的市场上进行拉升 因为上方卖的差不多了 没有人卖股票了 对不对 该卖的都卖的都被你接光了 都卖到最低的这个位置了 已经上面没有什么人卖了 大家都割肉跑了 都已经赶紧逃跑了 所以游资在这个时候 很轻易的可以把筹码 从1块拉到10块 为什么涨10倍 因为当你从1块拉到10块的时候 中间如果2块3块4块5块7块8块9块 中间都有大量的人卖股票 你需要拉升的资金非常大 但这个时候 如果你从1块拉到10块 上方本然大家都没有什么股票了 都已经够分散了 大量的股票都在你手里 你从1块拉到10块 中间可能只需要经过5块钱 8块钱这个关卡 少量的股票 你用少量的资金就能够拉的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游子炒作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手段 所以你看到 当市面上的流量性变差 股票更加集中的时候 这种炒作 这种爆炒10倍 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散户是不明真相的 去跟风去炒一看 股价涨了 这个股票涨了 这个反正破产我不知道 但是破产有什么风险 拿这个股票什么风险 我也不知道 但是它涨了很多 昨天涨了10% 今天涨了20% 三天涨了5倍 那么我要去吃一个大的 很多散户就去买 这个通过有一些数据也能看得出来 包括你像Robinhood这边 比较多的散户的买盘的持仓 他们也能看得出来 他们也说了散户买的确实很多 所以散户跟风追涨杀跌对不对 这是散户通常干的一件事 涨得越多的越疯狂的 他认为股票越好 其实不太有太多的散户 去追究和探索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跟风进去炒 所以这些东西都导致了市场的 疯狂的向上去盘升 但是我们看到 在仅仅今天的盘中交易中 盘中交易的时段 二子这边就已经下跌了24%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昨天进场买到了高点 你单日今天的亏损就是24% 那么怀林石油今天跌了多少 今天跌了32.47% 那么切萨皮克能源跌了多少 今天当天跌了百分之 当一天今天跌了66% 也就意味着你在高点买入的股票 这个位置你去追的人 你一天损失就66% 而且基本上是被闷杀在里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种股票你看上去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来 什么时候会大幅下跌 很多人会说 那这个市场我就追呗 追完了以后等市场见顶了 我再卖嘛 对吧 它回调个5% 7%以后我再卖不就行了吗 我利润上已经拿了20%了 我回调个5% 看到见顶了我再卖 来得及也不晚 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 都等 对吧 等着市场开始已经大回调了 我再卖 实际上你看看 如果这种当天一天跌幅66%的 你这一点反弹 你这30%的反弹算什么 你拿了半个月 拿了三个星期 涨了50% 一晚上就把你跌回解放钱 一晚上你就跌回解放钱 还把你死死的套住 你走都走不了 这个就是市场中的风险 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股票疯狂的在涨 涨的时候没关系 我跟我还追 追到差不多它见顶的时候 它卖的时候 跌个三个点 五个点的时候 我再跟着卖 我这里边涨了20个点 跌了5个点 我还挣15个点 我可以接受 有时候事实并不是那么完美的 不是如大家所想了 涨了15个点 然后跌下来一天跌30个点 OK 这个就game over了 你可能永远的被套在里边 当成它真的是 你就炒股炒成了它的大股东了 好吧 我说这个话题 说为什么这些破产公司的股票被爆炒 其实我是想引申出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在今天的盘中教育中 大家看到的航空股 游轮股 大家看到了一个情况了没有 今天美国航空下跌了8.67% 达美航空下跌7.57% 西南下跌了6.36% 联合大陆跌了8.32% 那么今天的嘉年华游轮是跌了7.51% 游轮股 航空股在最近的涨幅非常之大 非常的疯狂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 我们看看 现在我给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航空的日线图 美国航空在过去的三天时间 是周四周五 还有周一三天的盘中交易中 我们都看到大幅的上涨 周一的时候 上周四的时候涨了41% 当日涨了41% 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是回调 对吧 回调 但是是冲高 是高开之后的回调 整体上和周四相比仍旧是上涨 涨了11.8% 然后是周一在昨天的盘中交易中 继续上涨了9.25% 连续三天的大幅拉升 市场非常的亢奋 但今天盘中已经跌了8.67% 然后盘后目前跌了2.48%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其实像航空股 邮轮股 很明显在现在就是一个亏损状态 它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已经马上可以开始盈利了 它最好的状态 无非也就是到了7月份和8月份 能够恢复部分的航空的国内线路 还有部分的国际线路 这个逻辑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在前面的节目讲过 市面上对于航空股和邮轮股的炒作 纯粹是信心的炒作 如果你在疯狂的拉升之后 还在去追这些股票 你可能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一看 它的基本面 看看它的现金 美国的航空股 四大航空是拿了 政府的211的救助贷款的 是拿了211的救助贷款的 这都是钱 这都是要还的 而且由于现在的我们说 市场上最大的一个隐形的 手不确定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疫情的二次爆发 是有可能会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数据 之前一直给大家看的CDC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上次给大家看的时候是在这个6月4号左右 对吧 你看看这几天 这几天的这个曲线 柱状图 柱状图 你看到什么了 你看到它有明显的在下降吗 这是美国的 这是美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在昨天 世卫组织发的报告里边说 昨天单日全球的这个新增的病例 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 在昨天 它不仅没有下降 现在反而还是有缓缓的上升的一个趋势 所以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啊 没有离我们远去 仍旧在目前的这个社会上大面积的流在流传 特别是美国目前的整体的状况 大量的人员聚集的状况 大家认为 你认为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 航空股在7月份8月份 它一定会非常好的去复飞吗 难道会就是知道有病毒会传播 然后大家还都去坐飞机吗 难道所有人真的都不怕吗 你认为所有的人都不会怕吗 可能年轻人会好一点 但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都会心里边打打哆嗦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想好 我并不是说航空股和邮轮股不好 或者说他们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去继续崩塌 我是跟大家讲这个逻辑 当它被爆炒的不合理的上涨的时候 这种上涨上的情绪表达 如果你在参与 你早早的在低位 你没有离场 你吃到了利润也就算了 如果这种疯狂的上涨 严重脱离基本面的上涨 你还得去追 你就有可能会追成什么 就有可能会追成 刚才说的Hertz 怀星石油和切萨皮克能源 你以为你的利润涨了10%很多吗 不多 一天就可以让你回到解放前 就可以让你彻底的感觉到绝望 好吧 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醒 低位的你爱拿就拿 那无所谓的 反正你是盈利的 但是你要去追高 要去追多的 慎重考量 大家独立做决策 我只提供逻辑上的分析 给大家做参考 给大家讲清楚 这里边一个东西就好了 好吧 OK 说完这个之后 今天主要的话题说的差不多了 然后要跟大家预告一个东西 就是在 非常关键的 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三 美国东部时间周三 也就是在明天下午的两点的时候 周三美国东部时间 那么是在北京时间 周四的凌晨两点的时候 美联储会公布利率决议 就是六月份的利率决议 那么同时在两点半的时候 美联储主席会去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于市场进行一个 利率决议的一些这种解答 答疑 那么这个利率决议 我们要关注什么东西 要关注美联储在对于购债 就是我们最近在昨天的节目 也说过 对于购买债券的 这个方面的表态 因为利率上肯定是不会提高 也不会降低的 目前肯定是维持一个 目前不变的状态 但是对于债务的购买规模 到底是要继续的扩大 还是说去逐渐的缩小 因为我们说美联储 最近一直都在干预市场 对不对 一直都在给市场注入流动性 但是它这个板子 是肯定要撤的 特别是现在 所有的三大股指 都已经回到了历史上的 收复了所有的跌幅 看上去股票这边 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托举了 那么市场是不是会要慢慢的 让它进入自我循环的过程 而且已经是开始复工了 所以美联储这边要关注 它到底会不会去撤这个板子 就是它的表态上 是不是表态说 我们可能要逐渐的减少购债的规模 要逐渐的缩小购买公司债的规模 如果有这个表态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美联储在未来 可能要慢慢的退出市场 把市场交给它自己去运行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思考 美股还能涨多久的问题了 真正的我们要迎来那个时间点 但如果美联储的表态仍旧是比较割的 仍旧说是割派的 还是说我们还是会力争的 去维护市场的稳定性 然后在购债的规模上 暂时我们保持还有现有的一个不变 或者说在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再次的出手 对市场进行更多的救助 如果是这种的话 OK 那可能股票你短时间 还不会产生所谓的大跌 也跌不下来 好吧 所以美联储明天的这个决议就是这样 我们大家要去关注一下 大家自己两点钟的时候去看一看新闻 就OK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节目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同时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转发 在咱们的评论区留下 你的理性的观点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